早期農業社會 依賴土地為生 蜂窩的土壤 創造人們的財富 也維繫人們的生計 為了感念土地所帶來的資源 於是人們祭拜土地公 象徵著對土壤的尊敬 以及藉著神明的力量 督促人們愛惜大地 直到今日 在鄉下田間的角落裡 常常可以看到小小的土地公廟 靜靜地守候著賜予人們幸福的大地 靜靜地公開來說明 這個事件要如何處理 要如何對婚姻八世 在政中國 政所謂的人 來這個富製県的態度 要如何來向全國的八世 來說明這個案件 我們婚姻館 要採取什麼樣的價位 採取什麼樣的風範 但是神力無邊 人心更顯 在一片看似皇城的土地之下 暗藏著多少污染毒源 讓多少有毒的作物 在一季季的收割之後 未養萬民 無能為力的土地公 只能在不起眼的小廟中 暗藏神商 暗藏神商 這怎麼都熟了 這還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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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青青啦 你來找我們看看 這還真青的啦 這還沒生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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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子總是皇城保熟才收割 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在彰化地區 將近一百二十公頃的農地 稻子才結碎 一片玉油油 還不到收割的季節 就在收割機的巨子中 應聲倒地 重金屬它 它有一個標準 它土壤有一個標準 超過那個標準 它像這個就 有的沒有超過標準 這個早上就是 現長跟署長去看的這十筆 這十筆有五筆沒有超過標準 就沒有產值 這個有超過的另外五筆 它下午去看的時候正在查 現在這個也在查 有在查 有在查 麻煩麻煩要給你刮 對啦 我告訴你配合 因為我現在跟你說 我只能撞到 我撞到 我撞到 你撞到 我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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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撞到 我撞到 撞到 我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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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 撞到 你撞到 你撞到 對 我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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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環保局人員勸說下 農民心有不甘地 接受稻米遭受 轟糕的事實 一季的辛勞 付諸流水 這些稻米經過檢測 含有危害人體的重金屬 稻子本身不會產毒 農民技術也沒問題 稻米的毒害 原因來自農地遭受污染 要求 整個 人今宿 朝夾外地 都實在說 說了 再說 怎麼可以說 電腦水 只能說 電腦水 對 只能說 電腦水 現在說這些地方要怎樣 這地方就收經兩年 你怎麼可以說 收經兩年 政府不知道在哪裡 還有人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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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樹毀滅 兩年休耕 成為發現農地污染 建籍履籍的做法 一塊稻米未成熟的農田 就這麼被產平 在時代巨輪的運轉下 依賴不可見法律的土地工 已經無法應付工廠的暗取污水 也無法對抗卡車的毒物行道 更測不出看似健康的土壤下 究竟藏著何種的毒害 土壤所有種地質污染 它可能會有妨礙作物的生長 再來就導致它的減長 那這個可能就是污染很嚴重 你外觀就可以觀察出來的 但是現在在國內外 尤其在國外 他們就很多報導 他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土壤污染雖然不是很嚴重 那你也看不出這個 作物受毒害的症狀 但是這個時候 這些重金屬在質體裡面的累積 尤其在可食用部位的累積 已經達到可以危害使用者健康的這種程度 那換句話說它有它的一個潛在性的危險 那這裡我所要強調的就是說因此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研究結果 我們就應該去注意到這些土壤污染的全面檢測 土壤的毒害 農民的憤怒 讓古老的土地公只能在農地旁靜靜地看著 期待新的契機 這一套是叫做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就是所謂的GPS 那它主要的是一個手提電腦 還有一個天線 它可以接收到全球24個衛星的一個位置 它可以算出它現在手上拿的這一個標誌的一個坐標 那我們利用這個來測出現場的麥式坐標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我們採的這一點的實際位置 一群研究土壤科學的學者 借助科學技術的幫忙 在田野 在鄉間 扮演其守候大地的現代土地公 根據我們最近環保署319公頃的這個 這個農地土壤污染調查還有列管計畫 我們發覺某些縣市確實是有一些嚴重的汙染 那這些嚴重的汙染裡面 那按照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 是公告為它應該是一個所謂的控制藏汙 那控制藏汙經過一定程序的評估以後 才可以公告為管制藏汙 那目前這些控制藏汙所種植的這些可使用作物 像水稻 那這些東西是不可以再使用的 換句話說也不可以再出售的 那現在政府目前是做到這個步驟 任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王敏昭教授帶領著一個調查團隊 穿梭在農田 採集土壤的樣本 分析土壤的健康 你這塊田的角 你這塊田的角 它目前超過管制標準的主要是鑫 那鑫的話 它的管制濃度是600個mg per kg 它這塊田是達到838mg per kg 對 所以它有不同的金屬嗎 對 它那個不同的那個金屬 它現在主要是分析是八種重金屬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在彰化地區大概沒有深拱的問題 主要的話大概個 鑫還有那個個 還有那個銅還有面 也沒有鑫的問題 也沒有人 早在十年前 王敏昭教授針對農地土壤進行研究 發現台灣部分農地土壤遭受污染 情形有擴散趨勢 呼籲必須立法進行管理 台灣進行這些所謂土壤污染的調查 的工作其實也不止十年了 一直各地的環保局 他們都陸陸續續在進行 就像以我個人的實驗室 我目前一直在進行的 台中市環保局的土壤污染調查工作 台南縣的 嘉義市的 還有高雄縣的 那換句話西部我就做了四個縣市 那這個工作陸陸續續大概有十年左右 雖然有時候不是我們做的 那調查分析的技術其實不是問題 這方面都非常的成熟 那也不是近幾年的事 那過去因為法令的不夠完備 因為我想大家都了解的 這種這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是到民國八十九年才公告實施的 那我這裡要強調的 其實在這個法公告以前 我們從事土壤科學研究的這些學者 我們已經做了很大的努力 這個法其實已經履行了至少八年了 到八十九年 在以往無法可管的情形下 縱使污染資料乘暴列管 也無法完全管理有害稻米流入市面 直到現今才加緊腳步 針對受污染的農地 進行管理 當初也就是因為這個法 不是很 也沒有什麼這種立法 那我們都把做出來的結果 很忠實地承報環保局 那環保局也透過當初 所謂的台灣省環保處 然後到環保署 其實這些資料都是有的 都有建檔 但是 除非必要不是很明確地去公告 那其實都是有列管的 那才會有到今年的所謂 三百一十九公頃的 農地土壤污染調查的列管計畫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發覺因為這樣面積這麼大 那應該現在又已經立法了 雖然執法不是很完善 那應該再進一步的去做一些 應該按照這種法 去做所謂的控制長子 管制長子 這些或許的動作 那其實這整個過程 很早就開始在進行了 那現在我們要把 這個事情是在 我們六月十四號 我們就接到農委會的一個報告 告訴我們有革命的現象 而這個報告 我們在七月五號 他們六月十四號檢測出來 我們七月五號收到這樣的通知 七月五號收到這個通知 由我們七月六號就召開會議 要求就是對這個革米的事件 做一個處理 七月六號達成四項決議 第一個就是要盡快地追查 革米的流向 同時把它管制住 甚至銷毀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在這個 污染的土地上要修根 這兩件事情由農政單位來複製 另外就是環保署 要做好污染源的查查工作 等於有關這個 污染革米的土地要做好 釣茶甚至整治的工作 本來現在這個要報告 是說農林天 過去我們今天都會不會怕處理 用蜜餞處理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民宿很少 三分我 三分我 你以為我七月五六百家 所以農林天 因為這個生產量很少 農林天的意思是說 大家用一項處理 處理到 後面土地要處理 才叫做環保署的處理 這中間 我們部公務員是希望他們處理這個公務 是 他們現在三天 都這個中部辦公室 公務員一附 都要寫去環保署 要求環保署補助金庫來處理這土地 環保署是說很嚴重 但是農林這一個意思的公務 說要污染做 污染做 要比什麼 我將這個主辦人的口大處理 你知道嗎 其實在官方大刀闊斧枕之前 農地土地受到污染 已非突發事件 而是早就已經被學術界所發現 到現今的突然爆發 背後所隱藏的是相關機關的附梯皮球 也反映出我們對土壤資源的漠視 這個台灣地區推動環境保護的工作 那首先最早的應該是從我們所謂的空水灰毒 那就是水、空氣、灰氣物 再來是毒性化學物質的管制 那因為這一方面的立法比較早 而且目前已經在很有制度化的一直在推行 可是到我們現在的這些所謂土壤 那因為很多複雜的因素的影響 以至於就導致很多延宕 那因此呢 就是說這些土壤污染的事件 就實有所聞 十年前起草的土壤污染法 草安送進立法院 一旅行就將近十年 新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直到民國八十九年二月才三度通過 我們的環保署 就是我國環保署 一直到八十九年二月二號 才公告實施所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那來推動這些土壤污染還有防治工作 那同年的五月四號 那因為在這個母法公告以後 相關的一些執法還有一些配套做事 還不是很完善 所以在八十九年的五月四號 也同時公告了一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實施後的這個執行要點 那這裡面的執行要點主要的是希望供給各級環保機關 來依據這樣的執行要點去執行所謂的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的一個相關工作 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 除了少數不重視環保的破壞者之外 未能全面思考的經濟發展 也提供一個肆虐大地的溫床 那台灣整個經濟的發展我想大家也很熟悉 那漸漸的工商業的發達 那由於工商業的發達 就是相關的配套措施可能當初不是很完善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這些土地的管理就不是很適當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鄉村這個農地就有很多工廠 就夾雜在期間 那因此這些廢棄物還有廢水 沒有經過適當的處理 那它就不當的排放 那不當的排放就排放到這個所謂的灌溉鍋取裡面 那加上我們台灣的水利會 那這些灌溉鍋取很多是污水排水道 和這個灌溉鍋取是不分的 那他們稱作灌牌兼用 那經常有這樣的情形 那這一件的事情也是我們過去在做水執 一直在呼籲的 我們實在應該是灌牌分離 土壤污染成為經濟下的犧牲品 這些受到污染的稻米 在以往無法可管的時代 究竟一季季收割之後 多少成為民眾的食糧 令人十分憂慮 再可以實際 實際 WTO时代来临 全球市长的开启 高品质农作物的全球竞争 成为取胜的关键 但是在台湾 受到污染的农地 种出有毒的稻米 让提升品质的口号变得滑稽 面对一块块受到污染的农地 追究责任不能松手 如何解决 如何复原 成为未来重要的课题 这样啊 这样比较好 这样比较好 但是在几个已经发生的例子中 让人们开始忧虑 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处理农地污染 去年九月 云林呼吾地区农地 发生葛污染事件 环保署前往现场查封农作物 并且保证进行诊治改善 当地农民抱怨不断 这一块目前是测出来是在污染区我们的判定是属于四级 四级 就是葛跟相关的重金属超过的部分 在四级以上 当时检测出来的时候 这一部分也有因为有倒作 这一部分当时有曾经有做过做过倒作 倒作格的部分也超过标准 所以就是这样子 整块地 整个作物要加以产杂 没有一个单位来说 那是有什么国务卵 什么都没有都没说 当时那些车流程的时候 你十多年前我们全村有空 说之后没有人来说 这就怎么办 都没有啊 都没有通知 现在农作部做到这边收集 国务卵要靠靠地区 所以说那就是大家 这个政府 没有什么 这就无料 没来看 没来聊 都没怎么办 到这个时候 这要好事 我说不得要开口 所以说这就是 压弃大家 这里的我们这些作业 这就算是说这样 没什么 政府没什么关心的就对了 在农民的抱怨后 过了八个月 重回现场 农地上污染公告的告示牌 依然耸利 地主的愿则声仍是不断 除了两年的修根补偿 他们不知道未来该做什么 没有通知了 没有通知了 刚才告诉你 你现在把鸡皮拿起来 鸡皮 发现当中有狗有染 后来就像这样 在那里 抢住宵庚 让你来说 你宵庚我给你辅导 要转成 但是这段期间 他说这段时间 我给你 处理说 你宵庚我给你 找方有什么 那里的好 给你改善 没有这样 咱们都没有改善 条例出来 对了 他说要援头 突然检查之后 要怎么办 都没有 没有照片 对啦 对于农民的疑虑 当地主管机关的环保局 唯一的回应是 在召开整治委员会前 不便发表意见 八个月下来 一个委员会 竟然达不成结论 一片田就搁在那里 突发的事件难以处理 那么有机可循的事件 是否就可以好好管理 这些土是都蚝的啦 蚝的这是有种情形式 这就是要化验的味道才知道 化验的成分 你把这种的起来 这不是火烧的 这是油的 严生流生 严生流生 你把这些皮肤都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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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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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垃圾水 这个垃圾水 有 废弃物 我说废弃物 他所用的高度 是用到这里 今年五月 云林地区发生 重油污染农地事件 一整片农地 完全毁损 一株株稻米 焦黑烧死 以及稻垃圾上沾满的油污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焦到那个高度 你看 那个高度 已经大家要 买一两仗 这种的 像是七年 这过去年去 先污染到的 今年都知道 种不去 这种 这种孙年 不去的 这就是 古年 年中的 污染一次 污染一次 那边 那边 啊 污染它 最大 透明到的 11幅 11幅 那边 到那边 那边 他说 他说到连迪 他要耍掉 阿 这边 要刷掉不刷掉 這是對這個地方 我們生活上這麼有法庭 有法庭大 但是你政府如果不確定 對這個問題 轉我們國內的改冠 他叫這個地方刷掉 或是去辦理污染 在農民的指責聲中 凸顯讓人寒心的事實 這裡農地污染不是突發事件 去年五月即發生同樣的情形 因為水在那裡開始 那個水就比較清潔 在這沾樓就是 在工廠附近的範圍裡面 它是倒水那邊比較好 倒水那邊比較好 污染從何而來 當地的農民心裡多知道 但是有關單位 花了一年 卻還找不出貨源 於是讓重油污染 像季節泛濫 每年多來 這種情況 竹子吃下去 這個竹子現在沒有刮 這個竹子 我們人家吃下去也沒有毒 這個水 擺水高下去 擺水高下去 魚也沒吃的 魚下下 你要注意看 這個小動物都死了 那個小動物都死了 我們去看美國還有日本 在1970年日本 他就通過了一個 溶滴土壤污染法 去規劃處理這個 溶滴土壤污染的問題 10年以後 就是1980年 美國的國會 就通過了一個叫 Super Fund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超級基金 那他藉這個法的通過 去成立基金 那基金有錢 就來處理 那大概是美國過去半個世紀 50多年來 因為工業的法爾達 導致這些廢棄物 廢棄物 棄枝藏子的一個 複救 複衣工作 在現行法令中 土壤依照受到污染的程度 分成五個不同等級 分別進行不同的管制措施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頓法的一個精神 他發覺一個土地的土壤 已經遭受污染了 那就應該公告為所謂的 控制廠棄 那控制廠棄之後 那要進一步的再去確認 評估以後 那才公告為是管制廠棄 那被認定為控制廠棄的時候 以至於到最後的管制廠棄 那這一個廠棄的土地的使用 還有它的買賣 那是受到嚴格的管制的 換句話說 它根本不可能去進行這些所謂的買賣 那它的使用 那當然就是說 比如你還要再種植的話 那可能會受到限制 第一個你不能去種植食用作物 受到污染的土壤整治 科學方法有許多種 但是都是相當耗時廢滋 一般常用的翻土方式 也是有著許多問題 我們都可以知道 土壤的比重很重 單位面積裡面 單位面積的重 也就是它的重量 是它體積的至少大概2.6倍 2.65倍 那換句話說 假如發現這個土壤 在某一定深度的污染 那不管你做任何的富裕工作 比如說你把這些污染的土地移走 那這些土方會很大 那你要移到哪裡 又是一個考慮的問題 那移到哪裡以後又要去固化 那這樣的問題 整個的成本非常的高 那因此呢 所以最近就很多這方面的這些學者 他們就在尋求這些富裕的方法 那大概可以歸納出來叫做生物 化學或者物理的方法 那剛剛我所提的 把它移走也是一個物理的方法 有土師有財 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當土壤大量遭受污染 這份自然的資源 在人類的富士下 面臨衰竭的命運 讓千百年守候土壤的土地公 望著大地 彷彿也暗地裡傷心了起來